卵生动物 在大自然里面,有些动物会将受精卵排出母体外面,发育成长,然后孵化幼儿。 这些动物被称之为卵生动物。 以下是卵生动物的例子。 海龟是一种在海洋里面生活的动物。 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海里面活动, 但是其实它们是在陆地上出生的。 到了繁殖季节, 它们通常会游回去出生地附近的海域进行交配。 海龟妈妈受精之后,会爬上海滩滑洞, 然后在洞里面产下卵子。 这就是它们的蛋了。 在阳光的照射下,沙洞里面的温度上升, 海龟蛋就可以借着沙的温度孵化了。 大约五十日之后, 小海龟就会破壳而出, 游回海洋了。 除了海龟, 昆虫也都是属于卵生动物。 蜻蜓, 一种十分常见的昆虫, 和海龟相反, 虽然蜻蜓成虫平时是在陆地上生活, 但是它们大多数都是在水上出生。 虫性蜻蜓会寻找痴性蜻蜓进行交配。 如果痴性蜻蜓成功受精怀孕, 就会产卵, 有些会产在植物上面。 亦有很多蜻蜓会在水上或者湿地上产卵。 有人将这个动作称为蜻蜓点水。 鸡也都是属于卵生动物。 母鸡会在交配之后产下受精卵, 然后利用体温孵化受精卵。 你看, 小鸡破壳而出了。 除了这几种动物, 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识其他卵生动物的例子呢?